次日一大早 众人就开始丈量土地 王国对领地面积是有明确规定的 根据自然条件的不同 贵族领地的面积也不一样 普通的一座南爵岭 面积大致在120平方公里到300平方公里之间 特殊情况下 也会出现上千平方公里巨无霸 或者是弹丸之地的微小领地 一般来说 土地肥沃 灌溉容易的平原地区 地处交通要到的商业繁华之地 划分的面积相对较小 而耕种不易 灌溉难度大 交通不变的山区 领地面积则要大上一些 饱受受人威胁的北地 领地面积也要略大一些 若是沙漠地带 则只计算绿洲面积 沙漠则属于负赠品 所以每一位沙漠领主的疆域都是巨无霸 东南行省以土地肥沃的平原为主 贵族们的领地面积通常都偏小 理论上来说 哈德逊所处的丘陵地区 介于平原与山地之间 在面积上可以获得一定照顾 但也不会超出太多 只是得益于东南行省贵族们最后的倔强 硬要说这些小土包是山 所以也就变成了山地 负责土地丈量的都是亲朋故旧 在具体操作上 粗一点是在所难免的 地图上没有标注国的未开发土地 显然不能计算在内 直接被众人给无视了 在哈德逊的软磨硬炮 加金币攻关之下 以矿区开始自南向北延伸 顶格的300平方公里领地 那是丝毫不带折扣的 矿区以北的枫叶镇 都被圈进去了三分之一 光适合耕种的平原区域就接近50平方公里 而旁边的三座丘陵骑士岭 则被哈德逊刻意绕了过去 搞得丈量小队 都头皮发麻 要不是上面有过明确暗示 可以对本土贵族尽可能的予以照顾 这样的疆域划分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若是有人去投诉 绝对是一查一个准 百分百的违规操作 都不带狡辩的 哈德逊 这也太过了吧 你让我们很难办啊 万一有人闹了起来 希科拉里难觉为难地说道 他们是过来给一众封地贵族挖坑买雷的 但不是给自己挖坑买雷的 现在没有问题 不等于未来也没有问题 一旦掀开了盖子 就是他们的政治污点 希科拉里叔叔 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从矿区到枫叶镇 中间大都是为开发的山林 实际上我的领地也就枫叶镇的土地 以及矿区这块飞地 中间的这部分只记录一条狭长小道即可 剩下的完全可以不计入面积 这么一来 登记在侧的领地面积 也就那么一百多平方公里 完全符合王国的规定 任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不这么划分 我的领地面积也凑不够啊 总不能让我去兼并附近的三座骑士岭吧 现在这些区域 可都是有主的 让他们挪地方 这不符合规矩 哈德逊一由所指的说道 昨晚的宴会可不是白过的 通过闲聊哈德逊得知 在这次领地划分中 诞生了许多飞地 很多地区 明明可以连在一起 可最后还是被人为划定的边界线 故意给隔开了 哈德逊没有受影响 一方面领地处于最南端 另一方面则是公关的结果 或许这些隐患 未来可以通过换地解决 但人性是贪婪的 终归不能令双方都满意 本来北疆贵族和本土贵族之间就充满隔阂 现在又涉及到了领地疆域摩擦 邻里之间的关系肯定是好不了的 看着哈德逊在地图上一笔画 原本300平方公里的领地 纸面数据瞬间缩水了二分之一 众人的脸色也一下子好看了很多 只要明面上挑不出来毛病 剩下的事情就不重要了 至于未来会不会有人针对所有权不明的问题 向哈德逊男爵发难 那就和他们没关系了 归根结底 这个世界还是要用实力说话 何况就算有人想要和哈德逊争抢这广阔的萨拉姆山脉 也得要够得着才行 直接接壤的区域 都被枫叶阵和三座骑士岭给隔开了 除非吞并其中一座骑士岭 不然触角都伸不过来 阿尔法王国虽然谈不上国运昌盛 但基本秩序还是有保障的 在规则体系下 想要吞并邻居们的领地 可不是那么简单 除了北疆五大家族 靠借刀杀人完成了大兼并之外 王国内其他区域都保持着平衡 想要扩张领地 每迈出一步都很艰难 粗略的框架弹成 具体的细则就不需要明确了 本来就是负责过来挖坑的 自然不会把细节全部明确下来 送走了众人 站在小溪边 望着几里地之外的枫叶阵 哈德逊案自叹了一口气 这波固然是占了大便宜 可惜总督府的官僚们还有点节操 没能让他将枫叶阵制所拿下 机会一旦错过 那就不会再有 没有县城可捡 自建一座大阵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强忍着诱惑 用吸水冲了一把冷水脸 冷静下来的哈德逊 脸色越发难看了起来 利益动人心 原本以为自己看穿了皮尔斯伯爵的谋划 就能够妥善应对 结果还是忍不住跳了坑 土地面积是有限的 哈德逊拿得多了 就注定会有人会少拿 可以想象 未来分封到枫叶阵的领主 内心是何等的 卧槽 本该是一座附数的大阵 硬生生的被人挖走了三分之一 要是在别的地方有补偿也就罢了 要是没有飞德被气死不可 再给一次机会选择 哈德逊依旧不会手软 五十多平方公里的平原 按照八成的耕地计算 那也是六万多亩粮田 都是县城的熟地 只要让农奴清理一下杂草 就可以复耕 远比在丘陵地区开荒 更有经济价值 按照东南行省的耕种习惯 执行土地耕一修二制度 每年也有两万多亩的粮田有产出 东南行省土地肥沃 以黑麦亩产150磅计算 就是300万磅的产量 在轮种一季的各类杂粮 估摸着总产量也会有这么多 扣除耕种成本 农奴日常消耗 十一岁 领主入账四成的收益问题不大 可以说只要不发生战争 不遇到天灾 东南行省每一位贵族领主的小日子都很滋润 只要经营好了这片平原沃土 领地的粮食问题就解决了大半 后面就算人口大爆发 也能够靠不断开垦荒地解决 如此大的一块肥肉 放到了嘴边 哈德逊根本就无法拒绝 莫说是得罪一位北疆贵族 就算是直接干上一仗 他也不会让步 可以说只要利益到了位 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突破的 如果有 那就是给的不够多